由邱李涛指导刘德华监制、古天乐、苗乔伟、林嘉欣、魏施雅主演的扫独二正在全国热议。 7月9号下午,主演刘德华及导演邱李涛、演员林嘉欣、演员魏施雅来到成都进行录演,与观众分享电影的幕后故事。 扫独二是导演邱李涛近两年第二部和刘德华合作的电影,上一部是口碑不俗的拆弹专家。 电影讲述刘德华饰演的俞顺天和古天乐饰演的地藏本是社团里的兄弟,因为一次误会,俞顺天斩掉地藏三根手指,导致对方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也展开了两个人从头斗到尾的天地对决。 据了解,扫独二是刘德华商誉付出后的首部电影,并同时担任电影男主角和监制。 在电影扫独二中,刘德华与林嘉欣四眼夫妇,两人甜蜜的戏份让观众印象深刻。 在现场,刘德华也对林嘉欣进行了甜蜜告白。 据了解,扫独二是刘德华和林嘉欣第一次在大营谋上合作。 林嘉欣表示,虽然是第一次和刘德华合作,但两人的默契程度特别高,和他饰演夫妻很幸福。 跟华仔一起搭档是一点都不辛苦,反正是,我觉得是特别享受的,因为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默契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觉得就很难,戏里戏外都不爱他,真的是非常好的。 片中刘德华饰演的虞顺天与古天乐饰演的地藏在地铁演绎的飙车枪战戏将这场天地对决冲突引爆到最高点,让观众感受到十足冲击力和震撼力。 导演邱礼涛表示,这场戏是一比一实景拍摄,不光在搭景里面拍,也到了中环地铁进行拍摄,但这场戏的难度并不高。 据悉,从7月5号上映以来,扫读二收获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